我們先歡迎我們今天的大來賓 OZ 可是我有聽說過我們同事 他背後吃著他阿嬤的 等一下 是寫實阿嬤嗎 欸他是寫實阿嬤 我們每次聽到外婆就解壓縮這樣子 啊他在地獄啊 不是 他還是要幫我寶貝喔 寶貝 要訂閱我 那男的好帥喔 對他聽不懂 知道我對你不僅僅是喜歡 Yeah 哈囉大家好歡迎回到D卡的巡奇 我們先歡迎我們今天的大來賓 OZ 嗨嗨嗨嗨嗨 我比較少聽R&B音樂 但是不聽還好一聽聽了48遍左右 剪不斷領 他今天在會議是狂聽的 我就一走進去 欸你又是這首 欸你又是這首 I got you Oh my brain 就我一直在唱 他沒有在胡亂來 不是真的 非常開心我們今天有機會聽到 很多他的就是 我們等一下聊的歌曲裡面有蠻多他 想要傳達的事情在這歌詞裡面 那我們就從第一篇文章來看好了 第一篇文章可以說跟他的歌詞沒有關係 不是說 不是這麼久 感覺就結束了 不是我覺得我被旋轉了 沒有沒有沒有 被旋轉了 他迷你是什麼 超瞎的中文刺青 他會發現我們的文章就是你知道喔 為了他努力的怒 我們會慢慢了解OZ 就像音樂一樣 照這樣邏輯來講 我身上到底哪裡有超瞎的中文字 沒有我們先從別人來看好不好 因為我們今天說真的 在場的刺青人還蠻多 我們就先聊聊一下刺青這件事好了 這是來自有趣版的一個文章 那袁PO呢想說他早上起床的時候呢 來做一個男性的成間運動在起床 好於是他打開手機裡面的Pornhub 那點開呢 他一看到這個女孩背上了中文刺青 讓他整個軟掉 哇超醜欸 生活帶來 超無窮 檸檬做檸檬水 When life gives you women mick lemonade 對沒錯你知道 因為他其實是外國的燕 他的意思是什麼 你在人生中經歷到酸甜苦辣的時候 譬如說你給你檸檬是酸的 但你就是把它做成檸檬汁 喔 就是你要逆來順受 然後背面就沒力量 對 他原本是想要就是你知道 就是看著這個女生 然後做一些就是DIY的事情 但他發現了 哇這個中文字 讓他完全超粗細 檸檬汁炸不出來 你知道他很有名嗎 自然的R開圖 一定有看過啊 他是一個經典人物欸 但你今天第一次看他的刺青 你有意外嗎 我覺得他已經解掉了 真的解掉了 對啊幻想突然就是 從這檸檬水給解掉了 但我這邊也想要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的剪接師啊 他的刺青師跟你是同一個刺青師 這個秋凱啊 秋凱喔你也是秋凱啊 Oh shout out the秋凱 秋凱超屌的 等一下秋凱的 憋不到 OZ你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你身上的刺青嗎 我覺得這個很好看 中文魚臉 這是宇智博佑的 我贏人色嘛就是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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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個絕招 他有個絕招 去吧 他在烤肉的時候會用這招 他在烤肉的時候會用這招 就是他會在嘴外面喊水 我跟你講我也會 你會賣一個巴虎耶 我以前小時候也會 好我們回到刺青好了 沒有其實我每個刺青 意義不太一樣 像這個 因為我的OZ那個名字是來自於一個 法老王的故事 所以那個就是我的OZ的名字的刺青 那這是我第一個比較大的刺青 然後我大腿這裡有一個 Why do we fall 那是黑暗騎士的那個 喔我知道 那經典名言嘛 就為什麼我們要跌倒 因為我們要學習如果站起來 其實跟那個邏輯有點 像 但是這個帥多了 OK 如果你吃的是為什麼我們跌倒 我們要站起來 瞬間露掉 瞬間露掉 就變怪OK 然後這個純粹耍帥 放手錶 然後它你知道三個那個調子 我知道 可以準準的從三 三個出來 所以你沒辦法戴Apple Watch 因為就沒有那個 就對不上了 對不上了 你不是有自己刺青嗎 對我 他有自己刺青 你自己刺 因為絕世的譜都是用自己筆記寫的嘛 我就自己刺 會想要開始刺青的原因是什麼 有一個觀念是 刺青一定要有 充滿各種的意義 那其實我懂 因為我喜歡我刺 各種對我有意義的東西 但說實在其實刺青就是為了帥 對不對 應該也有蠻多人刺好看的東西 但其實對他來說沒什麼意義 可能他會賦予他一個意義 對 他會自自己 這隻鳥 這隻鳥跟這隻梅龜花 代表著自由跟我的浪漫 哦 刺完之後才發現意義 Daniel你的刺青人 貓咪 我叫貓咪 帥帥帥 老衣 帥帥帥帥帥 講的我換句話 我怕這 你好沒什麼意義 我這沒什麼好講 我就是講我包裝 年尼還不錯啊 你不是你家的貓咪嗎 今天我叫貓 這樣有意義啦 但是不是為了帥 貓好把咪 有啦 沒有要看我的貓 我家有養貓 我可以看貓咪 你給我看你貓咪 我不是英貓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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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啦 懂啦 導演超多的不做功課 就寫英文的也是不做功課的 不是嗎 真的嗎 所以英文可能比較多人懂 我就是英文 可是我是喜歡的歌啦 就像你的0.03 我之後可以設喜愛這邊 可是我要把把 我真的不要 你要在哪裡用0.03 我真的用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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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象徵 這是一個象徵 我們的距離只有0.03 你以為我在寫什麼 沒有沒有沒有 對對對 我在寫嘴唇跟心靈的距離 對 我顛倒 我想問一個辛辣的 就是我有聽說過我們同事 就是他的朋友 有個女朋友 他背後刺著他阿嬤的臉 然後在那個的時候 他就坐不下去 因為他只會看到他的阿嬤 等一下 是寫實阿嬤嗎 寫實阿嬤 這是我們用模仿阿嬤 這是我們用動畫 這是我們用動畫 阿嬤很喜歡啦 你有畫喔 如果是動漫那種畫法 然後那是代表著我阿嬤 花媽那種 我阿嬤 花媽我覺得可愛 花媽可以 只要不要寫實盯著我看這樣 就不要有皺紋你知道嗎 沒有啦沒有啦 就是一個三代同行的概念 三代同行 三代同行 這可以點 阿嬤要抱孫子 三代同行 這個很親情的畫面 大家怎麼了嗎 Oh my God OK 所以現在看 在所有刺血是阿嬤的人 這樣我們 對我們有點對不起 是不是 阿嬤怎樣 阿嬤會把你拍攝啦 我想問一下OZ 你覺得 就女生來說好了 你覺得哪裡的刺青 會讓你覺得喔 重 像你知道脖子刺青什麼東西 你就是為了想要看 這個刺青會延伸到哪裡 喔 他有視線的引導 對對對 就如果今天女生 你可能不是他的菜 他可能就不會讓你看到 那個那個那個 你覺得好讓我接下來 接下來那個 你也不要做這動作嗎 我一定沒有想像 沉傷眼睛 好啦歡迎大家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有看過什麼樣超瞎的刺青嗎 OK好我們來看下一篇來自感情版的文章 跟前任分手後都怎麼處理交往時候的東西 那袁波呢想要請教大家一件事 分手後他都怎麼處理跟前任有關的東西 那可以先問一下 你最新的那一首歌 這是你自己的故事嗎 那時候我會寫Hair tie 是因為那時候我在我家 看到了Hair tie 就一個髮圈 然後我就想到主人了嘛 我每次看到家裡有 不管是髮圈啊還是耳環那些 我心裡就是想說 這是那個女生 故意放在這裡 而想要說 我這麼深啊 我耳環就我去拿 已經避出一個感染枝了對不對 但另外一種像比如說髮圈這種 沒有像耳環或那種那麼重要的 髮圈也許只是故意放在那裡 讓你想它 他希望你主動聯繫他 這東西其實它可有可無 第三種 他希望如果有別的女生過來看到他那個 宣誓主權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很有心情 是不是都有經歷過 那幾個心境 那你自己是哪一種類型 看到前任的這種 的東西的時候 我覺得我可能會往實用那裡走耶 因為有時候真的是一些有夠實用的東西 比如說一件超好看的外套 或者是一個氣炸鍋 這種東西你丟到底是為了什麼你知道嗎 但是比如說像卡片啊 或者是那種什麼紀念性的盒子 我就會把它收起來 然後如果搬家或什麼時候 就不帶走了 我覺得一起最愛聽的歌 我覺得會比那個 你留的遺物 你愛吃的菜 愛吃的音樂 那本來不是他的東西 我以前是有在 有在運船的江銘在 喔對 運船就是這樣耶 運船都有電手 這個社團裡面 運你一方面其實還滿爽的 就我寫那些歌 本來就是為了想要 就是那個催情音樂 對啊 對啊成功了 我讓另外一個男生 我掉了一個粉絲 一輩子不會想聽我的歌 這件事情其實很傷人 我有想過 如果我今天跟一個女生出來 有點對不起的 然後他帶著耳機說 嗯 我只想要帶著耳機 我閉著眼睛然後我想 你只是我的 A tour 對男生很傷人 我也覺得 你怎麼處於你的分手以往 以前救假的時候也是這樣 就親走了 就是 就是 可是也不是有一本手工書 留到現在嗎 他手工書 他為了告白用 他做了一個這麼厚的手工書 可以翻起來就是 一百多頁 對 你小時候想當漫畫家嗎 他真的做出來 他就是手繪他們的故事這樣 我覺得這件事 超浪漫的 這個超浪漫 我覺得這流已經不是為了女生 還是為了什麼 這就是為了人生 對啊 你曾經做過這件事情 但是我也覺得 那是跟自己的浪漫 看一下Kyle他們的留言好了 第一次就說 有考慮把自己處理掉嗎 因為你有跟前任你在一起過 你自己也是個遺物 反正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大家是接受哪一樣的分手 其實我們這邊 我們後來的公司就是 其實那些東西你有回憶的話 我們就尊重他 但是就是如果是 會被別人看到的話 就大家還是注意一下 你會經常去翻到看到 而且我覺得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你要公平 就是你如果要留著前任 那你對象也可以留 就是大家公平 就你不要限制我這樣 OK 我們接下來講一個 完全嚴肅的話題 OK 一個大轉彎 你會怎麼處理你的數位遺產 OK 來自3C版的貼文 好奇喔 如果大家發生不幸的話 我想要怎麼處理自己的臉書帳號 做個統計 就是Facebook如果到2060年吧 就是他的用戶上面 死掉的人會比活著還要多 所以打開什麼在紀念這樣 對對對 變一個墓園這樣 哈哈哈 Facebook 對 對 Facebook 想像現在是變成metaverse了 所以想像 不是已經 所以他們是真的 你就帶VR去看他墓園 OK 用VR掃墓的概念 對啊 反正就是說 大家知道數位遺產 其實不只包含你的社群帳號 是以前你雲端硬碟裡面的東西 1 2 欸 不是我不是說 不是說 收集記錄直接 對啊 記錄 書 書集記錄 你的低潮們 他的喜好點 對他的喜好點 這些東西其實都是你的數位遺產 那你會怎麼處理呢 一樣列了幾個方法 就是1 家屬通知臉書 深固者的臉書頁面會轉成紀念帳號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他覺得你可以 過世之後你把你的帳號給你的親友 那他們來決定 你可以登入 怎麼登入他的頁面 那第三個的話就是要求臉書 就直接刪掉 我也不見得會給親友 但我會做一些激烈的事情 就把他拿來做一些很大很行為藝術 就是死也沒差的事情 你想要留給這世界上的東西 對我要留給這世界上的東西 我要全部把它發出來 一些政治不正確的通通出來 對 反正也不可以 對 假設你們如果要走的話 你會想要發一篇文嗎 你要用得很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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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不安吧 這輩子我沒辦法滿足你 我們下輩子見 下輩子如果我還記得你 這類型你們會想要嗎 我覺得我可能會打一場片 像那種以前國高中那種素贏玩的感謝文 就是說 Daniel 感謝你在DK上面照顧我什麼之類 那會想問OZ 如果說你的音樂啊 就在你走之後 有絕對被人家記得的話 你會希望後幾代的人記得你哪一首歌啊 就我其實 我做音樂的主要的意義 其實也只是 不管到R&B、Hip-Hop 裡面這裡面 我有沒有做一個 成為一個指標性 把這個東西 挪到 往下一步走 比如說我現在上網就問說 Dcard 推動這個文化的人 Top5是誰 然後我有在這Top5裡面 我覺得他還 made it 他把我的精神留下來 我只要把一個精神跟我的影響力 有留下來 在這個世界的軌跡裡面 有做一部分的一個小拼圖的一個推動 對我來講 那就是我的隱藏 OK我們先來看一下 剛剛這篇文章大家的看法 他說 1 一個雲端祖譜的概念 子孫能夠看到自己祖先做過哪些瘋狂的事 不是也挺有趣嗎 就是我們以前 認識長輩都要看相簿啊 或是看那種牆上的壁畫 你知道嗎 那我們要去看廢物就好了 就是以前你的爺爺 就你還可以加你爺爺好友 只是他不會回你而已 對 可是回了會不會更厲害 好可怕 超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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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上傳 對你死的時候你不是想要做你的AI 對我想要把我大腦的AI上傳 我的AI上傳 我到時候就會蒐集很多這種 比如說林申北的各種資訊啊 就是資訊上他女朋友 超可怕的 那歡迎大家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會怎麼處理你的數位遺產呢 OK我們來看最後一篇文章 這是來自有趣版的貼文 就是我爸看到我的遺書 那袁某表示他自己讀護理系 那他們系上有一堂課呢 是老師希望我們寫遺書當功課 他就是期末之後 老師把他們的那個功課 就遺書發回來之後 他回到家整理書包 就順手堆在桌上的小垃圾桶 結果好死不死被他爸爸看到 爸爸就傳這個給他 就說老子年紀快破60了 你這個家缺了老爸 你們有房子住嗎 我真是心疼啊 要寫遺書的人應該是我吧 然後我們就想要先問一下OZ 因為你未來會有首歌跟這個蠻相關的 在看這個影片的時候 這首歌應該已經出來了 你開始搭配著音樂廳了 對 那你會在走之前 會想要寫遺書嗎 對我來講寫遺書只是交代後世 但你要跟人講的東西啊 我不會想說 爸你記得 我媽就是 你就直接到他面前講 我甚至覺得 你如果都已經有這樣的想法了 你應該今天回家的時候 你就跟你爸媽講這些話 就是你們現在看到的 這首歌之前 我就已經寫了一首段 If Only If Only 是寫給我外婆的 那一年我外婆走了 但我很希望我外婆 看到我拿金曲腳 因為我跟我爸外婆感情很好 所以我歌詞裡面也是寫說 如果可以 我想把時間退後 我外婆走之前 我拿了我的手機去錄他 錄錄音 然後我請外婆跟我講說 我愛你 然後就把他放在 這首歌最後的一個sample 所以那個聲音 其實是外婆的聲音 對所以那首歌對我來講 就是那個 時光膠囊還是什麼聲音 對對對 時光膠囊 對對對 就是對我來講 我就是用這種方式 來記錄我自己人生中 沒有辦法 我的遺憾 完成的一件事 就把他放在歌裡面 每次聽到外婆 就解壓說這樣 沒有解壓就是那些 你又重新 想起跟外婆相處的感覺 對 你剛剛是不是想到我們剛剛講的 那外婆 不是啦 不是啦 我是一直是說 我們聽到外婆的 我自己都忘記了 我剛剛我剛剛 對 其實跟外婆這麼有緣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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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講的蠻好的 其實有時候寫遺書 不是真的為了讓人寫遺書 而是你在寫遺書的當下 你會想起來就是說 有些事情你現在就可以做 那或是你自己會有寫音樂寫得很低潮 你想不開的時候嗎 不會 太嚴重了吧 太嚴重了吧 不會嗎 我會寫不出歌啦 就如果說寫個靈感上面 遇到瓶頸的時候 舉個例子好了 我今天去做音樂 然後我做不出音樂 我不會去聽音樂 我必須去做一個 完全無關的事情 我懂不懂 你腦袋越不去想它 那個韌度二萬才會打開 才會明瞭啦 對對對 你才更有辦法用另外一個 perspective去看 你的音樂 然後你回來的時候 你才會有那個靈感 所以下次節目出來 你就直接 就走了 就是外婆 我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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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一下卡友他們的留言 就是 B29他覺得寫是好事 認真的寫在寫的過程中 會反思很多 會對現在更加珍惜 我真的有寫 你是真的想不開是不是 有一點 就是跟那個卡友說的 就是我在寫的過程中 我反而發現說 很多人很愛我 那我現在在想這些幹嘛 我還有很多事情沒有做 所以我反而覺得 在那個寫的當下 對我來說是一個抒發 推薦大家就是如果說 真的是大家可能想不開 會怎麼樣的話 大家可以真的是 以書去認認真真的寫 想像你的爸爸媽媽媽 應該說 就是不用把遺書想得那麼自私 對 可以把它當作一個日記 OK 歡迎大家練習寫自己的遺書 那你寫的過程中 你就會發現說 你可能很多事情 你現在就講 OK 歡迎大家就練習寫看看 OK 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 D卡的巡奇啦 那我們這邊可以請OZ 來為我們宣傳一下 你這邊有沒有什麼想跟大家分享的 我超不會宣傳單曲 其實我們是過程中講差不多 很外面的主持人說 來OZ現在請宣傳一下 對請宣傳一下你的新歌 其實我也會覺得 我有新歌要出來囉 好聽 聽聽看 喜歡的話 就喜歡 不喜歡的話 就不喜歡 你沒辦法 沒有整個 會聽就會去聽 對啊 你會聽就會去聽 反正總之我有出新歌了 都已經看到這裡了 下一個影片 你就去看一下我出了這兩首新歌 沒錯 大家一定要去聽喔 OK 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D卡的巡奇 我們再次感謝OZ OK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提醒大家現在出社會必備 用手機號碼就可以注射D卡好了 然後我們感謝OZ 掰掰 OK Peace